那么关于当今世界乱象最好最好的概括 我认为是咱们国家习主席提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学术上讲 这个提法我觉得挺好的 第一呢 你们体会一下 百年变局是不是看不出东方西方 所以文明上是中立的 对不对 另外是不是也看不出左右 意识形态也是比较中立的 对不对 从学术上讲就是比较客观的 无论从文明的视角 还从意识形态之下 它比较客观 是吧 所以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提法 另外这个提法除了这个理论上站得住 还有一个就实践上挺重要的 百年变局这个判断 就是咱们中国外交的出发点 另外百年变局这个判断 就是习主席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个习主席自十八代以来 成了我们党的领导核心 然后呢 他提了很多治国理政的这个理念 其中外交理念也是非常丰富的 当然内部理念 对内政的理念更多了 外交理念也非常丰富 那我认为呢 可以用三个关键词 把习主席的那个 外交理念串起来 第一就是百年变局 第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是一带一路倡议 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这样的 就是如何看待当今世界 习主席的答案 我们进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就世界在变 而且是大变 百年未有之大变 那么面对这个变化 我们中国该做什么呢 习主席说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努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么怎么构建呢 一带一路倡议 还是这么一个关系 其实第二点就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第一点跟我们一样 美国现在各派都承认 世界乱了 面对这个乱象 美国说我该怎么办呢 美国说趁着我现在力量大 趁着我是一把手的位置 老师多捞一点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特朗普的打法是不是多捞一点 对不对 所以道义上 其实我们的第二个目标就剩了 你光是有一个好的道义目标 没有具体的措施不行 一带一路就是个措施 所以这是它的实践价值 这个百年变局 首先是理论价值 就是对当今形式 一个很好的概括 第二就是实践价值 它确实是 我们外交的出发点 确实是习主席外交事项的 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地理解 那么关于百年变局 现在学术界很重视 出了很多书 集成本书已经出了 上千篇文章 里面不乏真知若见 那么下面我体会一下 如何理解习主席讲的 百年未有次大变局 我的建议是用四个新来概括 第一个新就是新的国际格局 第二个新是新的现代化模式 第三个新是新的工业革命 第四个新是新的全球治理 把这四个新把握住了 我觉得基本上 百年变局的内涵就把握住了 那么我稍微花点时间解释一下 首先就是新的国际格局 那么什么是国际格局呢 国际格局就是国家间的力量对比 尤其是大国间的力量对比 那么过去几百年呢 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 西方国家力量大 所以西方就主导国际格局 数百年 所以我们国家一百年前呢 是把西方国家叫西方列强 我们不叫西方国家 叫西方列强 这个用词就证明 那个时候西方力量大 我们是这么看它的 金楼本世纪情况变成 金楼本世纪 现在发现的问题 西方真的老了 西方首先人口 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下降 还有就老了 生物学以上老了 再一个就中国崛起了 它老了 它主导力下降 再加上我们崛起 于是国际格局就从西方主导 走向了东西方平衡 这就是新格局 这就是百年变局的第一含义 而且现在有一个证据出来了 就是东西方大国都在其中的 G20是不是越来越重要 而西方七国工业国集团领袖会议 叫G7 是不是开始边缘化 是不是 G20取代G7 反映的就是一个伟大的现实 东西方平衡的格局 取代西方主导的老格局 这是百年变局第一含义 第二含义是心理的模式 这么讲 人类近代的历史 就是人类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过程 这个过程叫什么 叫现代化 英文叫modernization 那么在现代化进程当中 绝大部分经验 制度安排都是西方来的 理论上讲 就西方学术界认为 在中国以前 大家比较广泛认可的 原创性的现代化的版本 是四个 荷兰模式 英美模式 德国模式 瑞典模式 全是西方的 是吧 然后呢 有两个非西方的 一个苏联模式 一个日本模式 但是西方学术界认为 苏联模式 日本模式 它的核心就是国家干预市场 而这个模式 就是德国模式 所以他们认为 苏联模式 是德国模式的 斯拉夫版 日本模式 是德国模式的 东亚版 所以在中国以前 四个原创是西方的 两个盗版 从西方到的 是不是 所以结论 现代化模式 就是西方模式 所以现代化 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西方化 变化在心理上 西方模式的唯一性 统一性 就被打破了 现在从实践角度来讲 现代化就有两条道路 可以选择了 对不对 这个在理论上 在心理上 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对不对 这是百年变局 第二个含义 第三个含义呢 就是新的工业革命 正在到来 但是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这一次 新的工业革命 中国和美国 几乎拥有同等的机会 那就是不一样的 知道吧 我现在有一个史学观 是这样的 就是我认为 近代人类历史 表象是人类 从古代走向现代 叫现代化 实质是人类 从农业文明 走向工业文明 这个过程叫工业化 英文叫industrialization 近代历史的本质 实质是工业化 是农业文明 被工业文明 取代的过程 这是实质 那么在工业化进程当中 最伟大的事件 是工业革命 实质在蒸汽机以前 我们生产活动 军事活动 都是靠人力的 以人力为主 这个力量是很有限的 但是有的蒸汽机就不一样 有的蒸汽机 通过燃烧地下的 化石能源煤炭 是不是人类可以获得 源源不断地 地上的蒸汽动力 对不对 人类力气一下 啪就爆发了 力气比古代人类要大很多 这个力气来源就是蒸汽机 而且呢 这个欧洲 首先是英国 然后很快 他的欧洲邻居就学去了 然后他们共同构成了西方 西方就真正就脱颖而出了 这么告诉大家 在以人力为主的阶段 蒸汽机出来以前 欧洲 人力是不如我们亚洲的 所以在整个这个 蒸汽机革命以前 这个无论是经济效率 还是科技 这个产业水平 还是军事力量 都是我们亚洲 压着欧洲的 压了一千多年 打仗打不过我们 财富积累不如我们 比如说郑和下西洋 是要造船 那个船的水平不落 知道吧 这是基本事实 西方为什么脱颖而出 反叉门 就是靠这个工业化 靠蒸汽机 一旦有蒸汽机 西方有力气来 力气马上就导致一个东西 叫大机器生产 一旦有大机器生产 它的生产效率 就是我们东方 手工劳作的很多倍 你就没办法竞争了 是吧 另外一旦有了大机器 它就有了 尖船力靠机关枪 有了尖船力炮机关枪 它到我们东方 打我们的长矛大刀 这不叫战争 这叫单方面屠杀 知道吧 它借政机器上了一个 新的文明阶梯 叫工业文明 就是大机器生产 唯一意图的工业文明 而工业文明 跟传统的农业文明相比 在力量上是高一个档次的 按照现在大家 年轻人很喜欢的 科普作家 刘慈欣 大牛 三体里面的说法 宇宙的法则是很严酷的 在宇宙里面 高端文明 打低端文明 叫降维打击 香港打击可以很残酷 残酷到什么程度 残酷到我消灭你 跟你没有关系 而工业文明 打击农业文明 就是降维打击 这就是西方崛起的关键 知道吧 第一次工业革命 蒸汽机革命就把我们甩开了 这是1760年代 过了100年1860年代 在美国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这是什么东西 电力的广泛使用 瑞兰机出现了 效率就更高了 是吧 把我们甩得更开了 又过了80年 1946年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 出现了人类第一台 二禁制计算机 这个时候 人类就进入到计算机革命时代 美国现在乱了 美国的左右两派 现在乱了 左派搞身份政治 就是给人贴标签 右派搞极端政治 种族主 然后国内政治 现在就各国国内政治 现在都有问题 主要的表现 就是各国内部矛盾非常严重 一点小事 就是比如说法国 它那个柴油 柴油涨一点价 也涨得不多 涨合人民币 就五六毛钱 就是形成了黄马甲运动 去年智利 拉美比较富裕的国家 智利2018年 人均GDP1.59万美元 咱们国家去年才过一万 对不对 所以智利比我们富 人均比我们高百分六十 挺有钱的国家 但是去年因为公共汽车涨价 全国烧乱 涨多少钱呢 三毛钱人民币 然后去年伊朗也是全国烧乱 然后主要是因为汽油涨价 伊朗汽油原来是很便宜的 一公升六毛钱人民币 去年他因为政府财政紧张 他就涨价 涨多少钱呢 也是涨三毛钱人民币 涨到九毛 哇就烧乱 这就是世界的第三个问题 各国内部矛盾非常严重 一点小事变成烧乱 最后就是国际政治乱了 人战以后有那么十几年了 大国之间的关系是强调合作的 但是现在大国关系 基本性质变了 对吧 变成了竞争为主 而大国关系是决定国际关系的 大国关系竞争为主 这世界秩序肯定乱 于是呢 有些中等国际强国 现在就变得肆无忌惮 印度 以色列 土耳其 是不是肆无忌惮 很多动作 这就是当今世界的乱象 那么怎么看这个当今世界的乱象呢 西方有三种看法 西方的右派就说 哇 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遇到挑战了 西方左派说 就是你们华尔街领导的 资本主义体系出问题了 西方的后现代派说 世界由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出问题了 这是西方现在三种典型的看法 但这三种看法都有缺点 第一就是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 永远从西方角度看问题 像我们这种非西方他不管的 要管呢 当做负面知道吧 另外呢 他们左右色彩太强 不客观 我刚才讲过 我这里再讲一遍 近代史的本质是工业化 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大机器生产 唯一托的现代制造业 在工业文明时代 制造业就是立国资本 谁能够掌握现代制造业 谁就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 谁没有现代制造业 人再多钱再多 你是被人家羞辱的 你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上 今天的中东地区 天天用案例 活生生的事实来证明这个道理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史学观察 现代化的本质 工业化 工业化的核心是现代制造业 谁有现代制造业 谁就有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 立生资本 但是呢 有个事实要强调一下 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 掌握现代制造业的 联合国冒发会议的研究告诉我们 人类成系统的制造业 90%都集中在北温带的三个地区 东亚 西欧和北美 全部集中在这儿 旁边还有南非啊巴西啊印度有 但是它是给我们补充 它是依附型的知道吧 独立的制造业体系就在北温带这三个地区 东亚 西欧 北美 而这三个地区有多少国家呢 就二十个国家 知道吗 全球政治实体是二百个左右的国家 只有十分之一的国家 这地区掌握了现代制造业 其他没有掌握 十分之一的国家很少的 然后呢 他们集中在三个地区 都在北温带 东亚 西欧 北美 然后后面就两个文明 东亚后面是鲁江文明 西欧 北美后面是新教文明 这个事实有点残酷 但是它是重要的事实 不能回避的 但是我们中国很幸运 我们实现了工业化 谁让我们实现了工业化 是新中国 是中国共产党 所以我下面还有一个史学观点 我认为中国的历史 必须以49年化界 因为49年以前我们是农业文明 49年以后才是工业文明 两个文明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而一旦我们中国实现了工业化 它的规模就特别大 因此影响就特别大 英国工业化1000万人 美国工业化1亿人 中国工业化14亿人 当然有些人会哺我 说以后非洲人口会比我们多 以后印度人口会比我们多 但是就我的观察 非洲 印度我都去过 我的观察 他们都遇到一个比我们更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社会结构 是前现代的 印度我去过 印度的妇女地位是非常低下的 总性制度 根深蒂固 印度整个社会结构是前现代的 因此印度不具备自我工业化的能力 印度如果想自我工业化 它必须经历一场极其伟大 同时也极其残酷的革命 所以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样 就是工业化极其重要 能实现工业化的核心 现在制造业的能力的国家是少数十分之一国家 然后我们是其中最大的 那么我们整体的工业化水平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 然后呢 有三个特点 第一就是工业的规模特别大 去年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32.4 核人民币39万亿 然后什么概念 基本上我们制造业 能与排在我们后面的美国 日本 德国 韩国之和 就是二三十五名加起来跟我们一样的 有这么一概念 所以我们工业的规模特别大 第二个就是体系特别完整是吧 就人类所有的工业门类都有啊 当然有一些门类我们现在水平不高 那个我们能做但水平不高 但是我们门类很齐全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呢 就学习能力非常好 原来呢 我们有个弱点 就是创新能力不是很好 我相信有个十年 我们创新能力会上来了 是不是 OK 这就是中国人的底气所在啊 因为在工业文明时代 制造业是决定性的 对吧 而中国掌握了这个东西 知道吧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 就成为百年变局的最大制变量 这也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第四次工业革命 我们有机会啊 知道吧 第四次工业革命呢 在到来中 还没有到来啊 目前我们人类 所在叫5G时代 而我的观点是5G 还是属于计算机革命的网络阶段 最新的一个步骤 还是属于3.5次工业革命 不是真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哪呢 在如下五个方向 一个就是新的工业材料 现在我们用了所有的电器 所有的电器 它的材料是叫硅晶片 硅机材料啊 那未来呢 工业界认为啊 很有可能由碳机材料 取代硅机材料 现在我们议论比较多的东西 材料叫石墨锡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碳机材料取代硅机材料 效率会提高很多倍啊 这个就会引发工业革命 还有一个呢 就是基因工程 第三个呢 就是人工智能 第四个是量子科学 第五是核聚变 在这五大方向 酝酿着真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尤其是前面三个 因为后面两个啊 量子科学和那个核聚变 太伟大 以至于太难了 可能就是比较远 它也会发生革命 它比较远 在不远的将来 引发工业革命 大概是新的工业材料 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 那么这五大方向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就是美国的技术 还是最好的 但是值得我们中国人 骄傲的是什么呢 我们跟美国差距不大 就是下面就看我们下一代人 坦率讲就是你们这个年龄段 怎么努力了 能不能扬长臂短 中国人要把创新的 这个短板补上去 美国当然它希望把那个产业 重新给它补上来 这是一个竞争 这是未来中美竞争的关键 对于中国 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讲 未来三十年的努力方向 就是要全国同心同力 推进第四次工业革命 争取在未来三十年 让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发生在咱们中国 知道 如果你们做到了这一点 那你们上对的起祖先 下对的起孩子 知道吧 应该是非常值得追求的目标 你可以假设 如果第四次工业革命 发生在中国 那么逻辑上推理 死后的中国 肯定拥有人类最好的技术 和最好的产业 技术好代表先进 产业好代表赚钱 所以你们的孩子 会生活在一个 非常先进 非常富有的国家 然后你们的孩子们 护照全世界免签 对不对 那么说人币 肯定是第一货币 对不对 出国不用换汇 所以某种意义上讲 由于中国前面 工业化的成功 因此我们就有资格 参与未来的塑造 对不对 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如果这个塑造的好 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技术基础 生产力技术 就非常扎实了 对吧 但是反过来呢 也带来一个问题 对美国来讲 可能就是美国建国以来 最大的挑战 因为美国原来 一直觉得 技术上我一技绝成 对吧 中国 中国在他看来 一穷小子 你怎么赶上来了 他很不习惯 所以他现在 一定要打压我们 所以 中美关系 进入到一个 紧张博弈阶段 必然 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决定人类未来 然后未来 对美国来讲 可能只有一个对手 就是中国 所以他一定会紧张 对吧 对中美关系变差 是某种意义上 是必然吧 但是呢 我们不用怕 不用怕 第一理由啊 就是我刚才讲了 近代国家 最伟大 最重要的任务 工业化 我们完成了 对吧 第二呢 从技术指标上讲 对任何大国啊 有四个指标 最关键 第一个得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 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第二个经济得过得去 那么咱们经济呢 不如以前了 但是呢 跟别的国家比 还可以 对吧 第三个就是科技 科技是核心生产力嘛 第一生产力 我们科技现在追得很快的 这个 第四个就是军事 那么我们军事 现在话应该讲 也是非常快的 所以呢 我们国家 虽然啊 必定面临美国的压力 但是呢 我们第一 有制造业 现代化这个基础 第二呢 这几个关键指标都不错 所以不用紧张 另外呢 是这样 就中美关系肯定是会有问题 那么受美国的影响呢 有些中国周边国家也跟我们捣乱 比如说印度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也会做一点小动作 这大概是我们现在外交上遇到的三大麻烦 一个美国直接压我们 一个受美国煽动啊 有些周边国家捣乱 是吧 但是 请注意 中美关系再重要 它不等于中国外交的全部 对不对 毕竟只是中国外交一部分吧 中国外交其实是四个部分构成的 大国外交 周边外交 发展中国家外交 和多边国际组织外交 那么 仔细梳理一下 现在我们主要的压力 来源于大国外交的美国方向 还有来源于周边外交的印度方向 其他还好 我们中国的大国外交三对关系 中美 中俄 中欧 也就是中美出了问题 对不对 周边 周边主要是印度嘛 其他还好吧 对不对 发展中国关系很好啊 多边国际组织关系很好啊 对不对 跑到什么程度 跑到特朗普嫉妒了 说我交的会费 在WHO 世界卫生组织 是中国的三倍 结果中国最后那个 讲话声音比我还大 所以他不干了 跑了 退群了 对不对 这个 OK 这就是基本事实 我们中国外交呢 肯定是有麻烦的 我刚才已经列举了三类麻烦 对吧 中美 印度 还有美国的小兄弟 我们有麻烦 我们有否认这个麻烦 但是 放到整个中国的外交图景 其实中国外交还好 所以呢 应对好中美关系 还是未来 外交的主要任务